桑前辈 太好了 你们终于回来了 查到什么没有 正如我们所料 敖虚释放凶兽 扰乱人间 而孟章 正是敖虚的帮凶 如此说来 天使们的种种行径 我们也能厘清缘由了 这都是孟章自己所为 天使们上下也不知情 不过眼下 我们更担心小秋 神庭塔营地暗藏了镇子 名为神庭镇 而这个神庭镇的关键 就是小秋 如果敖虚发现小秋所在 必然会出手抢夺 我们想先确保她的安全 紫秋现在 受毒账权屏障保护 敖虚一时半刻 还无法探查到她的踪迹 阿游临走前 开启了通往全眼的法阵 你们先进去 我继续守着 顺便多谢桑前辈 阿游临走前 开启了通往全眼的法阵 多谢桑前辈 卫书大人 小秋近日情况如何 此子体质异常 再加上之前 吸入了大量煞气 所以这是偶尔清醒 多数时候 处于沉睡状态 小秋 多谢卫书大人 费心看护 还有一事 需请教您 请说 毒账结界 虽然可以引力 小秋气息 但我们平凡往来 欲全隐村 不知会不会 被敖虚发现 如果她直接 对结界不利 那小秋她 若是外力足够强大 的确可以破坏结界 而到时 此幼子 也将暴露于危机中 怎么办 敌言暗无名 我们这样很被动 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 先去破了 那什么神庭阵 阿游 情妹 你们回来了 可还顺利 嗯 我们还带回了 重要线索 这是 神庭阵的阵法图 太好了 有了这图纸 我相信神掌门 就能找到 破阵的办法 如果敖虚强小秋 是为了神庭阵 我们只要先一步 破坏阵法 他们的计划 自然不能进行下去 小秋就安全了 不仅为了小秋 按孟章所说 神庭阵可以削弱魔族力量 如此 他们就可趁机进攻魔界 等一下 师姐 你还记得在阎波中 看过的壁画吗 你是说 三皇室约 嗯 这是三族 共同遵从的协定 敖虚不能破坏 我在赵丹审判中也发现 神界并不允许敖虚 发兵魔界 而孟章本人 却对此深信不疑 哼 那家伙看起来心眼挺多 其实就是个鱼目脑袋吧 毛虚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对了 除了图纸 我们还找到一些 和孟章往来的信件 其中有提到小秋的增幅异能 但 这能用来干嘛 增幅异能 会让人战力大增 我猜对法术亦是如此 用小秋做阵眼 应该就是为了强化法阵的能量 但神庭阵的作用又是什么 仅凭目前这些信息无法确定 阿游 你还找到了什么线索 心里还提过四年前的试验 莫非是那个试验 造成了独掌权动荡 四年前 独掌权 难道 按信尚所说 这是用来确认 阵法所需的兵经石是否足够 原来如此 看来神庭阵 便是那短暂封印过人界九泉的 不明法阵 冰经石蕴含大量灵力 如果以冰经石之力催动法阵 再借小秋亦能进行增幅 有没有可能会完全封印九泉 不可能 九泉有神农大神的结界护友 即便被写法一时压抑 也不会长久 因为灵脉中的灵力过于庞大 即便有紫秋加持 也不足以阻挡这股灵力 也是 四年前的独障动荡 仔细想想也就一小段时间 很快就恢复了 看来 眼下只能从神庭阵本身想办法 摸清敖絮的真正目的 我也去和长老门商议对策 找找有没有与神庭阵相关的线索 多谢丧前辈 情媒 阿游 麻烦你们现在动身去新霞派 将阵图交给真人 我和师弟留在这里保护小秋 嗯 我们现在就出发 小情 我们走吧 小情 阿游 独障动荡 也就是莫大哥那件事 是不是跟哥哥有关系 现在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 你之前一直反对我去白府 是因为这个吗 阿游 你终归是要告诉我的 好 我告诉你 我们在神庭塔遇到的那只企鹅 同我在独障泉见到的那个怪物 完全一样 我早就知道 白府和这件事有关了 不想让你来 却是怕你像现在这样为难 所以说 那个四年前的誓言 就是造成独障动荡的原因 也就是造成莫大哥出事的原因 但这些你都不知道啊小情 即使再怎么逃避我也是白家人 即便你说与我无关 我也不能真的将自己置身试外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月姐姐 小秋 你醒啦 我又睡了好久吧 嗯 你现在正在疗伤 需要在卫书大人体内休息 等我们将麻烦都解决掉 就带你出去玩 月姐姐 那之后我要回哪里 还回天使门吗 你想回去吗 嗯 不想 那来明术门呢 你可以跟着姐姐学玉玲术 也能和很多像巧琳一样的灵兽成为朋友 小秋觉得好不好 那就说定了 以后我就是你的师姐了 以后能喊师姐为师姐的 不是我一个人了吗 小秋入门的话 自然是要喊我师姐的 清书 不对 掌门也是叫你清书 我 我 想 叫师姐就好了 叫师姐就好了 师姐是我的 小秋 以后还是喊我姐姐就好 嗯嗯 我都可以的 以后入门了 我就能天天坐着玉玲飞来飞去了 姐姐 我怕 小秋别怕 有人在破坏姐姐 卫书大人 小秋就麻烦你了 姐姐 我很快就回来 好 我 才能 провер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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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姑 三前辈 凶兽 一位敌党 终究不是对策 你们不用管我 速去将凶兽取出 好 不然伤不了他 凶兽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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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兽取出